看看新闻网 不过对于社科院所提出的调控政策 会呈现差异化调整的观点 业界的大炮任志强并不认同 他以去年年初中央提出 给予不同性质的购房者 差别化利率对待 但是最后并没有在银行得到执行为例 表示差别化的政策难以得到实行 去年9月份以前 实际上销售情况并没有出现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银行 把0.7倍的利率变成1.1倍 等于100万的贷款就要增加 多增加20万 如果开发商要降了10万块钱 等于没降还是增加 换句话说就是 中央政府说出来的产别化利率 没有在银行得到实行 同时任志强认为 5月份全国部分一二线城市的 楼市成交量回暖 有一大部分原因是 保障性住房的建成供应 去除保障房的部分 商品房的各项指标均在下降 市场不但没有好转 而且更加恶化 我们还没看到商品房里头 哪个数据是上升的 投资是下降的 开工是下降的 购买土地是下降的 贷款是下降的 销售是下降的 个人消费信贷是下降的 因为很增长的 所以从商品房部分看 不但没好 可能还是继续下滑的 而且下滑的持续更严重 如果开工和购买土地 再持续下降的话 明年可能就没有供应量了 危险不在今年 我再不经历